众所周知,想在娱乐圈中拔得头筹,身材,样貌缺一不可。 在身高不足1米6的女星当中,有人通过穿搭来让自己显得高大上, 而有的人则很聪明,通过虚抱让自己更完美。 这里是瞎谭与子匠,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娱乐圈里的矮个子女星吧。 作为四千年美女,居静依可谓是又黑又红。 整容,包袱墙,做作都是她的槽点。 好在近几年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半永久妆容, 凭借着超高的美商和呼之欲出的古典气质,也收获了不少粉丝。 即便容貌无可挑剔,可以靠着颜值大杀四方,但她的身高依旧是硬伤。 虽然,居静依一直想要走欲解封,但实际上,她却身材娇小。 虽然官方数据里面显示她身高有一米五九,在早年的采访中。 她还对着镜头说自己身高一米六二,但很明显,这俩数字就是个笑话。 在拍摄古装戏时,居静依的一双升级版恨天高很是引人注意, 可就算穿上如此厚重的鞋,居静依才勉强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般高。 出席活动时,她穿着定制的礼服,看起来却像偷穿妈妈衣服的小孩子,完全驾驭不了。 女队友站在一起时,巨大的身高差异也让她气质全无。 跟一米五五的郭敬明同框时,两人竟然差不多高。 还有路透途中,这一比一的五五开身材,怎么看也不像超过一米五九的样子。 论起娱乐圈气场强大的女星,王子文一定榜上有名。 精致的鹅蛋脸,脸型天长,五官精致又立体。 王子文身上既有欢乐颂中曲小肖的灵动美,还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高级美。 但谁知,身高却成了她的硬伤。 王子文到底有多高,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谜题。 她在《怦然心动》中,自爆身高一米五八,在听解说,上,又自爆身高一米五九。 当然了,不管是一米五八还是一米五九,网友们都不相信。 为了解开身高的谜题,网友们开始将王子文与其他女星对比。 王子文刚出道时,一步,家的N次方将她推到了大荧幕面前,凭借着古灵精怪的人物形象,王子文被观众迅速熟知。 在当时的剧照中,官方身高一米七的白百合足足要比王子文高上一头,连宋丹丹也比她高不少。 之后,王子文又借着欢乐宋爆红,受到了大量的关注。 在和同组的刘涛、蒋欣、杨子、乔欣站在一起时,即便穿了20厘米的恨天高,依然差距明显。 按照乔欣一米七一的身高来考量,王子文的身高显然没有到一米五九。 与女星的对比都如此伤人,更别提与一米八二的王凯站到一起了。 剧中,王子文抱她时,头顶还没有到她的下巴。 不过,王子文似乎很懂得扬长臂短。 她在影视作品中,很少出演傻白甜蜜的少女角色,更多拼向的是俏家人风格。 日常生活中,王子文更不会走少女风路线。 她靠穿搭和妆容,硬是把一米五几的身高搞出了一米八几的气势。 为了扬长臂短,王子文也付出了不少努力。 长年来,王子文一直坚持通过高强度瑜伽来管理身材。 穿搭方面,提高腰线是重中之重,不管什么衣服,高腰线都会让整个人显得上短下长。 王子文就很懂这一点。 贴身合体的衣服是她的最爱,再配合简单干练的发型,精致知性的妆容, 给人的感觉一下子就高大上起来了。 朱音的美貌不用多说,她是无数八千零九十后心目中的女神。 1991年,刚刚出道的朱音便与周星驰合作了。 《桃学威龙2》,她在片中扮演的女学生清新自然,娇俏玲珑,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4年,朱音又与周星驰合作了。 大话西游,她将紫霞仙子的一提一笑,一举一动都刻画得非常完美, 对着至尊宝眨眼的镜头,更是成为了无数人难忘的青春记忆。 虽然朱音的外貌条件挑不出差错,但她的身高却只有一米五三, 站在比自己高出一大截的李嘉欣面前,瞬间失分不少。 不过,即便朱音并不高挑。 身材比例也远远不及其他女星,可粉丝对她却十分宽容。 2012年,朱音在与黄冠中结婚后,慢慢退出了娱乐圈, 直到2015年,朱音才凭借综艺《偶像》来了,重回观众事业。 2020年,她再次与蔡绍芬、陈法荣、红欣等女星参加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朱音的身高没少被其他几人吐槽, 而她也毫不示弱地说,我就是怎么穿都不如你们高。 作为实力派,杨蓉的观众缘一直不错。 但可惜的是,面容娇好,演技到位的她却是一个千年女儿。 剧中的杨蓉,或清纯,或娇羞,或狠毒, 尽管不是主角,但每一次总能带给观众惊喜。 很多观众不知道,杨蓉拍戏的时候,因为身高问题吃了不少苦。 因为杨蓉身材娇小,与身材高大的男演员对戏时, 只能穿上10厘米的盆底高跟鞋。 在电视剧《每人为现》中与身高1米82的白羽搭档时, 为了拍好近景戏,杨蓉不仅要穿着高跟鞋, 脚下还要垫上厚厚的箱子, 可即便如此,才勉强碰到白羽的下巴。 在此之前,杨蓉一直对外宣称自己1米61, 但当他与1米67的张萌站在一起时, 两人的差距远远不止6厘米那么简单。 有了这样对比,杨蓉的官方身高着实有些站不住脚。 2017年,《内地板山菜》走到了观众的视线内, 可不但没有引发集体的美好回忆, 反而被吐槽不断, 而沈月也凭借这一角色正式出道。 印象里的沈月,一贯走可爱疯,短发,呆萌, 像是青春偶像剧中的女学生。 走红之后,她的身高开始遭到了观众质疑。 沈月的官方身高是1米6。 但是当她与同样1米6的无心站在一起时, 明显要挨很多。 与1米88的熊子奇同框时, 两人的差距更是十分明显。 拍摄《流星花园》时, 沈月要站在木箱上才能和F4对系。 其中有一场戏是沈月要从背后抱住王鹤蒂, 可镜头从正面拍过去, 只拍到了王鹤蒂, 站在她后面的沈月完全消失了。 嗨,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时, 沈月搭档的是更高的胡一天, 不夸张地说, 只要镜头拍胡一天, 就拍不到沈月。 没办法, 为了让两人同框, 沈月只能穿上高跟鞋, 再脚踩7厘米的厚木板, 才能勉强挤进胡一天的镜头里。 最近, 王鹤蒂, 陈玉琪主演的古装剧《浮图园》开播, 除了剧情外, 两位主角的身高差也引起了热议。 陈玉琪长相英气, 很多人都以为她应该个子挺高。 但其实, 陈玉琪只有一米六四, 普普通通, 站在王鹤蒂面前, 就更显娇小了。 浮图园中有一段戏是陈玉琪要扑上去, 然后王鹤蒂一把抱住她。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陈玉琪差不多直到王鹤蒂的肩膀左右, 王鹤蒂用单手就能把小只的她抱起来。 赵露丝的官方身高是一米六, 但许多在活动现场见过本人的网友都说, 赵露丝根本没有那么高。 其实, 赵露丝的甜妹脸, 小个子很适合甜宠剧细路, 每次都能与男星有最萌身高差。 比如在《星汉灿烂》中, 赵露丝与一米八二的吴蕾站在一起特别登队。 与一米八的丁玉琪站在一起时, 还有种甜甜的感觉。 与一米九的刘宇宁站在一起时, 那身高差就更明显了, 刘宇宁的腰线几乎要到赵露丝的胸线了。 张天爱是少有的明艳型女星。 她的五官浓艳, 气场强大, 光看连很多人都以为张天爱应该有一米七, 但其实张天爱只有一米六五, 而且这个数据还不一定真实。 官方资料中, 张天爱的身高是一米六五, 而张天爱早期接受采访时, 称自己是个一米六七的小胖子。 更早的时候, 张天爱还说自己只有一米五几。 不得不说, 张天爱的身高, 真的令人难以捉摸。 在综艺挨压好身材中, 张天爱脱掉鞋但穿着袜子, 在镜头面前量了身高, 结果给出的数据是一米六五。 但随后就有网友指出, 张天爱之所以不脱袜子, 是因为他穿了隐形增高垫。 和一米七的寒雪站在一起时, 哪怕张天爱穿了一双 差不多十厘米的超后松高鞋, 两人还是有高度差。 和一米六七的杨子走在一起, 两人的差距不大。 似乎一般高的样子。 但实际上, 当天两人同框时, 杨子穿的是平底鞋, 而张天爱则踩着恨天高。 作为某女郎之一的周冬雨 是内地数一数二的小花。 虽然事业蒸蒸日上, 但她娇小的身材 一直是观众讨论的热点。 众所周知, 周冬雨并不算高挑美女, 据官方数据, 她的身高只有一米六二。 但事实证明, 周冬雨并没有官方身高那么高。 当她与一米七的马思纯 站在一起时, 周冬雨显得十分小鸟依人。 而当她与一米六三的 陈乔恩同框时, 身高差也很明显。 在华语音乐走下坡路的当下, 邓紫棋绝对是大神般的存在, 不仅唱功了德, 而且极富创作才华。 凭借高亢的嗓音, 和身上那股遮盖不住的撒劲, 走到哪里, 邓紫棋都有一种女王犯。 然而, 这样的情况仅限于聚光灯下 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把身材娇小的 她和一米七六的梁永齐 放在一起, 只能说, 女王的风采荡然无存。 郭彩杰近些年出圈的代表角色是, 小时代理的顾李。 郭彩杰虽然个子不高, 但是凭借强大的气场, 简直把顾李这个角色掩活了。 早期时候的郭彩杰 还是一头长发, 五官灵动精巧, 大大的眼睛非常漂亮, 是优格女孩的典型代表。 后来, 她剪了短发, 一下子就从甜妹变成了郁姐。 总的来说, 娱乐圈中的矮个子女性不少, 其实, 个子高不高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的人长得矮, 但是很自信, 气场足, 走到哪里都是亮眼的存在。 虾米匠们, 你们知道娱乐圈还有哪些矮个子女性吗? 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有趣盘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